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 受害范围最广的国家 因此从中国调查日本战罪和收集证据的工作 从战时的1942年就已开始 由于中国战时禁半国土沦为战场 战时在沦陷区难以展开罪证收集工作 只能在大后方进行战争损失伤亡统计的工作 战争结束后 中国政府在调查取证日本战罪时 遇到了重重的困难 首先人名官衔部队这些个基本要素 老百姓就不可能掌握 上海当时调查是有五万多起群众的举报 但是真正能用的只有四百多起 而且这四百多起里边有很多只有姓没有名 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 保存着国民政府行政院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 其中 由一批日军中下级军官战俘的战争暴行供述档案 每天都有供述者签名 在战后 国民政府相继在南京 广州 汉口 北京等地 设立十个法庭开始对日战犯的审判 在中国审判中 最臭名昭著的B级战犯要属日本陆军中将古寿夫 他是对南京大屠杀负责的最直接的师团长 1947年2月6日 南京军事法庭公审 同年3月10日 法庭判处古寿夫死刑 他本人不服上诉 4月25日 蒋介石批示维持原判 4月26日 被枪毙于南京羽花台 1949年1月底 随着上海审判的结束 国民政府所有战犯审判结束 被告总计871人 其中近六成被判有罪 近三成被判死刑